我跟你們說 我最近挖到一個 寶貝 就是 不是 我跟你說 我跟妳說 因為我朋友 他就這個語氣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是我朋友推薦給我 就有一天 因為我最近都住在我朋友家 然後我有一次住我朋友家 我朋友就是用剛剛那個語氣說 我跟妳說 我最近發現一個寶貝 然後他就給了我一個那個 它是保鮮盒 它是真空的 就是它保鮮盒你可以把它抽真空 而且它為了防呆呢 就是你如果沒有抽真空 那個保鮮盒是蓋不起來的 蓋起來 蓋子跟那個盒子就是會分開 它要抽真空以後它才會合在一起 反正anyway呢 就是這個東西 因為它就是從裡面 冰箱拿出了一個切好的青蔥 然後灑在它的粥上面 然後它的蔥還翠綠如初 他說那個蔥是它上禮拜切的 反正總之就是那個東西 它真空保鮮很厲害 然後我一回到家 我就收到它買給我 因為就是太太間的那個 默契喔 就太太之間的愛分享這種東西 然後我一用成主顧 我就立刻拜託 就是經紀人可不可以去談看看它的團購 可是它很適合留一口 因為你就是什麼東西如果都留一口 可是你其實真的還想在吃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你一放會怕壞掉 我知道 因為你們比較沒有在煮菜 因為有在煮菜的人 可能就會充滿熱情跟我聊這個話題 因為我想說 但如果像吃披薩吃剩 應該就很適合啊 對啦 披薩也可以 對對對其實就任何東西 如果你想要它長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用 好總之呢這就是我目前正在團購的這個 真空保鮮盒 那如果有喜歡的人呢 可就可以點下方資訊欄的連結去購買喔 歡迎穿丁方女人 聊天室 我是雷霍 我是居然布丁 讓我們掌聲歡迎 關少文敲宴 大家如果有看到YouTube影片的話 就會看到我們現在桌上放的一個 負能量週記的牌子 想必就是來宣傳節目的吧 因為我們就是進榜兩週之後就掉出榜外了 哈哈哈哈 怎麼滑都滑不到 我們想說天啊 而且你們還在第一名耶 對你們一度衝到第一名耶 我們還從來沒衝到第一名 我們不小心就太驕傲了 然後第二次錄音的時候 然後還在那邊說 哎呀這怎樣這樣之後 就沒想到播到那一集的時候 整個已經掉到大榜外了 對 也沒有大榜外啊 沒有 五六時八九十這樣 我們這樣會不會太不前局 這樣會不會被罵 我們目前只有來你們這邊 真的假的 沒有去任何人那邊宣傳 沒有去任何人那邊 因為還有一些人不知道邱葉是誰他們不熟 對對對 哈哈哈哈 因為我剛剛一進來 然後大家就突然對我一陣狂歐漏 你知道我就騎我說奇怪他們幹嘛啊 邱葉真的很紅 對啊 而且邱葉剛剛一進來 我看到邱葉不是跟他講說嗨你好 我說 哎 CHO我是要提醒王妍 我就對 真的不用知道我是誰沒關係 知道我的帳號就好了 因為邱葉呢 如果有 因為我很認真在聽關曉文他們的那個Podcast 我覺得真的蠻好聽 然後邱葉這自我介紹就是念他自己的IG這樣 你說 CHO下底線YM 我覺得只有創意耶 我不重視內涵 對我不重視內涵 然後不重視大家知道我 是不是知道我名字 只要你們追蹤我就好了 對 沒有而且重點是你的好好念 因為我是TY底線 TY底線 HOT底線 我這也是ETHN底線K1 K1底線K1 你看這有太長了 對啊 你們知道這一集還有一個第五個人 人家居蛋布丁了吧 GDN GDN DDN GDN MPPLE底線 DR什麼的 其實大家都有底線耶 對耶 每個人都有底線 人本來就要有底線 好會有底線喔 我告訴你 我真的有備而來 因為呢 就是他們兩個人就是喜歡 就是講一堆廢話 對 我們今天可是準備了大把廢話 因為觀賞人就會一直說 哎呀這一集會不會超爆場 因為邱葉會一直離題 對 因為通常基本上我們就是如果有主題 我們那主題都是拿來參考的 因為我們大概會先閒聊個十分鐘 然後大家就是先關心一下自己彼此的情況 對 然後接下來才開始就是進入主題 所以邱葉甚至連主題是什麼他都沒看 因為他一來就說CN包來幹嘛 我就是 我剛剛一進來我就想說 哇好龐大的工作室 然後我就這樣很緊張很緊張 那小媳婦然後就退到邊邊 然後我就一直躲在旁邊 然後開始吃我的喉糖 心想說哇大家好厲害喔 然後我就這樣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突然就有人cue到我 我就想說 蛤我還要講話嗎 然後突然就一陣慌張欸 大家會突然覺得我語速過快 會 會是不是 你小心被罵 不會不會 這裡有一個叫泰拉的人 他語速也非常快 秋葉的語速比較快吧 你不要故意放慢 你剛剛那句話放慢啊 對啊 今天我來也是順便要致敬泰拉欸 為什麼 因為他是我聲音忽大忽小的前輩 我看到有人 我告訴你們 你們真的如果要說到Podcast 聲音忽大忽小 沒有人可以跟我比 我是花蓮的地形 就是有山峰也有海高 我說我們Podcast裡面 我是最大聲也是最小聲 就是可以跳到很遠 但是又可以突然非常靠近 所以就會被罵 可是你的呼大呼小是 你不小心離開麥克風吧 對對對 是我不小心離開 因為你會wave 因為我們兩個太習慣拍影片的節奏 然後我們兩個動作過大 所以一直離開麥克風 所以後來我就慢慢的調整 那你們真的也是贏不了泰拉 他是本人的呼大呼小 沒錯 他內建一個花蓮的地形 內建的 等一下可能就是 你會突然發現我消失 因為我去外面咳嗽 沒想到吧 完全消失 會突然完全沒想到 奇怪 人怎麼會一看 連螢幕都不見了 因為整個 你是三角洲 百目達佛 因為我不得不說 後來 因為我們現在三個人 會流流講每一集 其實我們聲音最穩定的人 是居蛋布丁 因為他很冷靜又不講話 穩定沒出現 對 我想說你們人也太好了吧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留一分鐘讓你講話 喔 真的嗎 今天好開心喔 就是第一次跟你見面 然後 你在Youtube很紅 我偶爾也會看 等一下 等一下 還沒 還沒 只有10秒 你是在那邊玩話嗎 他哪一集會印象深刻 對 印象深刻 對 其實我 可是我是屍一女耶 我一時想不起 那你對秋葉的印象 對 印象 就是 很會講話 然後話題都接得起來 然後 聽Apple說那個薑黃很有笑 因為他 他拿貨的那一天就一直跟我講 說真的假的 你要不要吃看看 我說居蛋布丁 我現在就試吃薑黃跟減肥 如果真的有笑的話 你給我買一打 最近有優惠 最近有優惠 他要搭配那個蔬果酵素更有優惠 對 因為有時候小吃就會排不出來 有沒有大家突然開始感覺好像 只能到AM頻道 寶島之聲 因為我真的好怕今天居蛋布丁 就此不講話 我還把他安排在正中間的位置 大家好 嗨 今天再沒有聽到 我很想念居蛋布丁的聲音 你也可以看這一集的YouTube 會上在Apple的頻道 對 就是 賭物私人 賭物私人 是 好 我們剛剛已經聊了 大概五分多鐘 好 可以進入主題了 差不多 對 五分鐘可以進入主題 因為他們的均一集大概都多長 四十分鐘以內 三四十分鐘 差不多 可以進入主題了 是 沒錯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牌子 他們的節目名稱叫做 負能量週季 然後想必呢 就是平常很多負能量想要清土這樣子 對 但是呢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這個節目名稱的時候 我想說 關曉雯跟秋葉 怎麼樣都想不起來負能 就聯想不起來負能量 這三個字 因為照理來講你們兩個 看起來就是無比樂觀的人 對啊 因為畢竟關曉雯的頻道 是最有溫度的頻道 就是最正能量的頻道 最正能量的頻道 而且剛剛走進來他們就說 你們知道主題嗎 我說我照照低潮低潮 然後他們突然就說 欸他好像沒什麼低潮 我想我們到底這個什麼主題啊 我們怎麼會叫這個名字啊 改名字好不好 你們應該叫正能量週季 對啊 還是我們就叫周季就好了 太爛了 你叫周季嗎 還以為你們姓周跟季 對啊 對啊 周季聽了嗎 關曉雯這個周季聽了嗎 關曉雯這個周季聽了 沒有啊如果以後周慧跟季 季文慧 跟季母星吧 周慧跟季文慧 大世代有座 他們就叫周季啊 周季 你叫一個傅孟博嗎 然後他們去能人家山路好了 傅孟能量量什麼 阿亮好了 那阿能量周季 我跟你講這個如果邀請得到的話 我絕對不會去參加 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聊 而且傅孟博還要去能人家山 太爛了吧 能居然是地點是不是 因為沒有這個人啊 伊能靜 伊能靜 大型綜藝節目耶 不要去能人家山路 很厲害很厲害 你很適合當主神 因為想到所有的人耶 不愧是主持過跨年場的人 對 我們還是見不了主題 厲害厲害厲害 我們的主題是 低潮 低潮 對對不好意思 幽默默的過兩分鐘 是沒錯 所以呢我想要訪問一下兩位 就你們到底是悲觀的人 還是樂觀的人 你們自己覺得 我覺得我算是樂觀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是不是 不用覺得 我以為大家會想說 今天就我一個人黑 可能就是我比較負面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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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真的是樂觀的 而且你們好像看起來感覺 我現在看到你們眉宇之間 看得出來都一直在皺眉頭耶 有嗎 有嗎 對啊 你沒有 對不起我錯了 我錯了 因為我剛剛看了他們的時候 眼角才瞄到你想說 喔你真的沒有 因為我今天真的很平滑 謝謝 富丁是樂觀的人耶 對 他是 因為我之前就有跟那個官說過 我覺得我跟他的個性感覺很像 真的假的 你有在觀察富丁 怎麼說 怎麼說怎麼說 就是可有可無 可是沒有 沒有 不是不是我還沒講完 不是我是說 你以為你可有可無 可是他不見的時候你會很想他 你覺得需要他 不是我跟 你有在誤過我跟布丁的感受嗎 不是 你現在轉移送點名了兩個人耶 我們沒有覺得布丁可有可無啊 什麼意思 他怎麼這樣子挑撥我們的感情 你怎麼可以挑撥我們 我們雖然是商業關係 也不要這樣挑撥吧 我是希望你可以 顧慮一下我的感受 不要跟你們都我的手錄 好熱喔 好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先回歸一下主題 就是你覺得你的個性跟布丁很像 對我就是屬於那種就是 與世無真 然後東西沒來我也覺得無所謂的人 所以人生沒有發生過什麼很 重大的事情 會讓你整個就是覺得 心情好差 我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好像真的不會耶 最嚴重 最嚴重都沒有 最嚴重真的沒有 大概就是頂多生完小孩之後 肝門裂開 然後不能 三天不能拉 然後還會 還會時不時的有一些就是尖叫聲 然後他們會進來一起拉開棉被觀察你的夏亭 就是說 你好 然後他們也尷尬啊 然後他們就要跟你聊天啊 是女生嗎 女生女生 就他們會有那種就是可能見習的 然後他們就要來看 然後因為我當時算是在那個 那個期間 然後孕婦裡面就是 就是獵的比較慘的人 然後所以呢 他們就會 就是一起來我這邊觀賞 我們就不能笑 不要咬你嘛 對不起 就可能觀賞這個奇怪 然後呢 因為我又三到五天不能夠上廁所 因為他那個要讓那個傷口喝起來 因為我如果那期間 如果不小心上廁所的話 我的大便會從引導跑出來 因為我是獵的 所以他必須 他規定我不能上廁所 然後所以 你又不能進食 我要進食但進很少 所以那時候他還幫我開了指便劑 但是因為開指便劑 你五天不上廁所 你這樣你放出來屁會時尚臭 就是那種 放了一個屁之後 你那個被子裡面 大概會再狂悶一個小時的那一種 他們一拉開 我之前都覺得對不起他們 然後他們還要探討 然後聊天 然後又可能就覺得說 一來就看我的下體也不好 他們就會跟我多聊 你在哪裡上班啊 上那裡怎樣怎樣怎樣 我的底細都被他們知道 他們還要再看我下體 不如不要問我的底細算了 現在就我人生碰到最大的難關 但也不能升為低潮 是不是蠻痛苦的 那這樣一來 我蠻想知道布丁的低潮是什麼耶 我的低潮 有嗎 我 我真的是 要不然你講電腦裡面的低潮 你電腦裡的低潮有什麼 很吵 布丁好像真的沒有耶 可能就是 可能剛出社會的時候 有感情啦 我本來是想說卡債的時候 卡債 卡債 還有那個啦 卡債是蠻煩的 蠻煩的 蠻煩的 對啊 就剛出社會專門比較少 然後又跟公司去員工旅遊 那時候我就欠下了卡債這樣 然後就覺得錢還不完 對 就覺得我在台北 也沒有存錢 也有卡債 你知道 雖然說平常過得很開心 但夜深人靜的時候還想說 有一天什麼時候可以還完的 你說夜深人靜 手的一插在我底下想說 怎麼會有上單 一直打起來一看 眼淚就流下來 眼淚流下來 想說我錢來 一天才可以還還啊 就是當了YouTuber那一天 然後終於是 淚流乾了 錢也沒進來 就只好在昨天早上起床 而且那循環力息很高耶 對啊 對啊 幸好還完了 很開心 這些故事 在太拉廳來都想說 這是什麼 對啊 他是低潮天后耶 沒錯 如果今天要辦一個低潮大賽 我絕對就是低 你看我看看花蓮奇景 你現在說一個讓我嚇到的故事 可是我的低潮 可是我的低潮是我自己記錄 喔 其實我的低潮蠻厲害 但沒有辦法講 就一些家裡的事情 其實可以 我好像隨便講一個 就是例如小時候就是 因為我是大家庭的小孩 然後就是 從小到大每個人都說 你是一個討厭的小孩 我討厭你 就是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會出生 或是你為什麼 因為我本來 好負面喔 我跟你說 你已經贏了你知道嗎 我的低潮在出生前就發生 就是我媽那時候懷我 然後呢 那時候她打電話去我家 然後就是跟我爸 要說這個訊息 可是因為那時候只有世話 沒有那個手機 結果是我阿姆接的 就是一個我人生中 遇過最歹毒的人 然後我阿姆一接起來之後 她聽完之後 因為他們那時候還沒結婚 對我媽未婚懷孕 然後我阿姆就說 有孩子不會去拿一拿就好了 我幹嘛要打電話來 纏著人家這樣 你想幹嘛 然後我媽就心灰意冷 就走去醫院 要那個 就是要把孩子拿掉 然後可是因為 那個時候的那個 當時負責就是 幫我媽簽那個 同意書的那個護理師 她是我阿姨的同學 她立刻打電話 通風暴信過我外婆 那我外婆就說 你一定要就是hold住她 那我外婆就從山上 驅車下來 然後阻止我媽 然後就跟我媽說 沒關係 孩子如果 那個你生下來 沒有人養我養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 對 可是後來講你爸就負責 喔我爸一知道這時候 其實立刻就娶我媽 喔 所以其實真的中間是那一位 歹毒的 喔對 歹毒的婆婆 你阿姆從出生前就這樣 對阿姆很漂亮 而且從小到小 阿姆就一直說 你就是一個失敗的小孩 你就是一個缺腳的小孩 什麼的 之類的 缺腳是什麼意思 缺腳就是 缺腳 缺腳這樣子 沒有用 對 可是為什麼 對這種也是為什麼 你說為什麼缺 因為我很過動 就很調皮 我就是調皮的小孩 然後我就喜歡嘗試 各種東西 爬樹啊 我以為就比方說 從後面打一下阿姆的頭 阿姆走過去丟一隻蟑螂 想說阿姆也跟你不爽很久了 塞在衣服裡面 對啊 你小時候這麼調皮 怎麼不想說就是直接 那個 對阿姆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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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是啦我的意思就是調皮 對阿姆倒我巴掌 我就打他巴掌 這樣 完全 這已經不是調皮了耶 不是調皮耶 我沒有在你調皮 對不起 對不起 沒有啦 所以後 調皮例如把我妹關在豬籠 真的假的 然後就是相殺少孩的人生 我就想 來如果你曾經有 把你的親戚關在養豬籠子裡面 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 我覺得留言可能一則 那你妹怎麼出來的 哈哈哈哈 就我再把他放出來 哈哈哈哈 這有什麼好換的啦 不是 我以為是別人去救他 我以為差點有別人 是好 換官少文 我比較想知道 換官少文有低潮嗎 我最大的低潮 應該是我高三的時候 已經不是近幾年發生了 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我剛好要考大學 然後我發現我根本考不上 任何一間學校 怎麼可能 因為我高一高二都在當社團社長 我都在玩 我都不知道我不會念書 我就是大家考試我就考試 大家重修我就重修 然後是直到高三要考試的時候 我就反而我想讀事情嘛 然後就查了一下 天哪他指考學測分數過高 對我來說已經過高了 我就開始讀書 然後因為我印象深刻 是因為我在補習班補習 然後他英文那個單字書發出來 他名字叫做 不可不知的大考單字 對 裡面只有一千個單字 我每一頁都不會 你連第一個abandon都不會嗎 我不會 Always Apple你不會 沒有 沒有 沒有那麼爛啦 你說你小時候是翻字臉大賽的冠軍 結果長大後不會看英文單字 對 就是後來高中就沒有認真 背那些什麼會考出來的單字 對 然後就那一刻就突然開始猛讀書 發現永遠都跟不上別人 然後其次是因為 只考前一個月不是要進那種衝刺班嗎 那其實那一年高三整一年 我奶奶是癌症 然後臥病在床 他是沒有意識的 就是他是有呼吸的 所以我們還請一個 就是協助的人 對 然後後來就是在 倒數那一個月的時候 然後錢 因為我們付了大量醫藥費 然後偏偏的我爸工作博順 他又被原本的公司裁員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天啊我們家也太黑暗了吧 然後因為在這之前 我跟我弟感情非常的沒有那麼好 然後 非常的沒有那麼好 一般非常會接很好 對啊 非常的沒有那麼好 就是沒有那麼好 沒有非常 非常不好 就是沒有好 對 就是沒有好 可是直到某一天我就是發現 天啊我奶奶怎麼突然就 在我考試前一個月突然過世了 是 就是癌症離開 然後我爸又失業 然後我們家又沒有錢 處理那個後事 當然有一些錢 可是我不知道還剩什麼錢 我都不知道 對 有一天我就抓著我弟說 天啊我們家要不要垮了 就這樣那一刻我抓著我弟講完之後 我弟就突然笑了一下說 還好吧不就這樣 你說最慘就不過這樣了 對 然後那一次我才突然笑到說 喔原來其實我弟看起來傻傻 因為他年紀 那時候我高三等於才高一嘛 每次他長出一些 相對有哲理的話的時候 我們突然感情就變得很好 然後我現在每天回家 都會去他房間跟他聊天 然後就聊的時候 最近有發生什麼事 我是連什麼信 我現在全部都可以給我弟講的那種 對 你弟有這麼常在家 我怎麼沒碰過他 哈哈哈哈 我也沒碰過他 我也沒遇到 我們去你家沒到你 他都很晚回來 他之前有在講說他有弟弟的時候 我就在就是剛才錄Podcast 我還知道我想說 他有弟弟然後我就在對面 我就這樣子 對對對 對 關上我有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就是他幫他弟付學費 好感人喔 就是我後來開始接業配的時候 我第一 不是因為後來第一個賺到 那個我破十萬 然後賺到一點小存款的時候 我就拍一支影片說 我要幫我弟弟把學代付掉 真的喔 因為那時候會想幫他付掉 是因為我覺得他現在在拍 他現在有點像寫劇本 那種做戲的 然後就是我覺得 他是個很有夢想的年輕人 可是因為我覺得 我當年我年紀比較小的時候 我覺得為了 兼顧夢想跟麵包這件事 我花了太多時間力 我覺得很累 如果他還有知道他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是很支持他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點感人 好立志 好感人喔 天啊 還有你的風格喔 前面先講一些負面的 然後後面突然就轉正面 然後我一跟我弟弟講的時候 我弟就立刻答應 他想都沒想 我幫你發 廢話 廢話 通常不是會說真的嗎 不要不要 怕你壓力太大 對 所以立刻OK 對我後來立刻就立刻答應了 他有說謝謝吧 沒有他每個月就問說 什麼還沒進來這樣 變成尊讀者的角色 沒有後來我發現一些投資方法 我就跟他說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一筆給你50萬 我可不可以每個月給你一點 我還是可以幫你還完 你知道嗎 喔 所以我現在變成每個月付一點 幫他付一點學貸 就是你每個月現在要付學貸就對了 對就幫他付學貸 你有在跟銀行溝通喔 對 好那我想知道說 像邱葉剛剛有講說 他就是完全沒有任何什麼人稱低潮的事情 除了鋼門裂開之外 對 你覺得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原因造就你這樣的性格呢 我覺得我好像真的就是覺得想再多都沒有用 我覺得他老公性率很強也是真的 什麼樣子 因為他老公性率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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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真的講到老公性率很強 真的性率很強 因為他是一個高潮疊起的女人 對對對 我沒有疊起我只有高 高潮 高潮平走 高潮OK 高潮平穩 高潮平穩高 平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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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靠台地 對 對 台地 台地 對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自己本身算是那種 有時候當然還是會想 但是你想想想 就很像 剛我就說我跟雞蛋布丁很像 因為他就可能這樣半夜想到 卡在的時候就想說 怎麼辦好煩惱喔 然後突然想說 啊算了明天還是得上班 然後就默默地想說 不要想這麼多 就是我會覺得很多東西想再多都沒有用 所以我就會覺得 啊算了那就不要去想 對 因為就是你想太多 你明天還是一樣要上班 你就算想再多 你想要再多整密的什麼計畫 你明天就是得搭公車去上班 你明天就是得搭電梯的時候 然後又要就是跟著大家那邊擠這一群人 然後或是下雨天還是一樣會覺得很煩 就是覺得算了很多事情都不要想太多 可是你是覺得 你的人生算是順利的人嗎 就如果要硬 只能選順利跟不順利的話 你會覺得是相對順利還是相對不順利 我覺得我算相對順利欸 就是我的人生就是走的有點快 就是完全沒有到那種就是 就是還不用就是可能像找工作啊 或什麼也都是很順 然後 呃 連結婚生小孩都是不小心就是有點超前 所以其實我好像後來出社會 我沒有特別聽過 大家有在念我什麼東西 大概有大概就只有公司叫我不要PO制服照 這個也可以講 其實大家好像都沒有 公司盯著我們看欸 公司現在有沒有覺得你太好欸 你是盯到Apple來了嗎 已經盯到這兒來了嗎 因為負能量周期他們沒聽到啊 他也會出來聽 因為我們那邊還沒有 我們那個比較少人心 喔喔喔喔 對不起 還不要宣傳我們把板子收起來 對 其實這邊拿掉它是飲料 是喔就是飲料啦 因為這個板子其實很好用 所以我們公司畢竟有審查部門 你還是在講話小心一點 對對對沒錯沒錯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就是嗯 其他都還OK 但我覺得你講到一個重點 是 想太多跟不要想太多 因為我告訴你 他們兩個就是最不能理解 為什麼我有那麼多低潮 就是因為我很會想太多 而且最受不了我想太多的人 應該就是Apple 因為我跟他相處呢 每次都是我想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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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就是真的這麼多 太多了吧 真的就是這麼多 因為我每次都想這麼多 然後我就會覺得 Apple怎麼會沒有想這麼多 然後我們就會為了 可是我會去揣測他 是不是也有想這麼多 那你為什麼不會去問他沒想那麼多 因為你知道他真的沒想那麼多 因為我知道他不會想那麼多 因為我知道他不會想那麼多 因為我覺得Apple這麼聰明的人 一定會想很多 殊不知他真的沒有想很多 所以你這樣就變得沒有得到共鳴耶 所以我就變成我自己一個人 會在一個奇怪的胡同裡面 我告訴你有很多低潮的人 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源自於 他自己一個人想很多 然後他也幫別人想很多 他也覺得別人一定會想很多 然後就會在那個想很多的 圈圈裡面 圈圈裡面 那這改得了嗎 對 這該怎麼辦 因為Apple一臉困擾的臉 他真心的 我真的是 真的蠻困擾的 因為他其實剛剛那個角度 是這個樣子 對 我想說 對對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解決方法就是 就是我自己想就好 我不要去跟他講 因為很多人會說 其實很多事情你要彈開來講 可是問題是有些時候彈開來講 可能他對方會覺得 蛤 就是我沒有想這些 你為什麼要覺得是這樣 你知道這會變成 另外一種負面效果就是 你好像在誤會他 是 對 所以我後來的想法就是像你 就是你一定要練習 告訴自己說 我雖然想了這麼多 可是我要告訴自己 這些都是我多想的 可是說真的像你們這樣子 如果不講話 你們是自己可以去消化他的嗎 其實可以有消化的能力 就是自己會有消化的能力 你一定會找到消化的方法 就是你還是會進入低潮期 可是你可以快點走出來 或者是你可以盡量讓自己不要進到那麼低 你知道嗎 就是潛水 你說你覺得已經快要下去的時候 趕快想辦法浮上去 對 200公尺 差不多了 就不要下到400公尺 那你這種時候 會想要跟像雞蛋布丁這樣子的人聊天嗎 我們先更正一下 他的全名叫雞蛋布丁 沒關係 如果網紅有身分證的話 你是叫錯人 他不是雞蛋布丁 他就像雞蛋秋華 但是 你又不叫秋華 沒有沒有我身體也是火不葉 可是因為你知道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雞 雞會發不出來 他會反正雞 沒關係啦我是太拉啦 太拉 太拉 早餐店阿姨就喜歡那個雞 對啊他們很crazy啊 雞雞雞雞雞會發不出來 雞雞雞肥肥肥肥肥肥肥的那個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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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想要跟雞蛋布丁討論 因為雞蛋布丁他相對冷靜 對 因為我後來發現像太拉他的第一潮 因為他雖然說他會走自己消化的路線 可是因為有時候我會怕 就是當他知道他這些事的時候 怕他想太多是想一些錯的 對 然後如果他沒有講的話 我就很怕他把錯的一些消化了以後 他不是真的去放掉這些事 他變成一個循環 他可能只是兩三個月 買個心靈 就是以記的方式 以記的方式再一次 像月經 就是 對 就是記經 或是 或是推遲的 對 推遲的月經 對 所以有時候就覺得好像可以跟他講一下 然後讓他知道我們的想法 雖然說我沒有想很多 可是我會讓他知道 那他想的跟我想的是不是一樣的 然後他可能會因此 就更釋懷一點 對 然後我跟你說 然後因為這件事情 我有時候會去看好的 因為你知道 我是悲觀的人 我就是屬於悲觀 悲觀的人是怎樣 當今天發生一件事情 你會優先不自覺的直接看壞的那一個 可是你要去練習 這是可以透過練習 就是我會練習去看到 像這件事情可能布丁在跟我分析 或Apple也好 Apple他有時候會跟我講說 你誤會我了 其實他在告訴我 解釋說我誤會他 我在看的時候 我不應該去看 我有沒有誤會他 而是去看他很努力告訴我 我沒有讓 就是他很努力在跟我解釋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他是正面的 你要去看到是因為他在乎你 所以他才會去跨時間 心力告訴你這些東西 對 就是如果是低潮跟負面的人 我也不會講說 你有辦法立刻就是改變你自己 因為就像正面的人 樂觀的人 他有時候也是一個天分 對 所以我就覺得 你可以透過練習 對 因為有時候太樂觀的人 可能會少根筋 所以你也要透過練習 去讓自己不要少根筋 對 對 我覺得我的方法是一直跟人家講 因為剛剛邱葉有講到一點 就是你有沒有一直把這件事情 就是拿出來跟別人討論 然後我這個人 只要進入低潮期的時候 我非常喜歡跟身邊的人聊天 就我會跟各式各樣的聊說 我最近覺得很煩 我覺得誰很煩 或我覺得工作很煩 我覺得怎麼樣怎麼樣很煩 然後我到底應該怎麼辦 我真的不行什麼的 然後我會跟身邊 如果我身邊有十個人可以聊 我就十個都會講 你十個都會講 講一模一樣 那我今天想要罵市場商 你就會對十個人到場商 我今天如果對這個場商不爽 我就會跟十個人講 一模一樣的事 我可以講十遍 我都不會膩 而且我還會再演一遍 就是如果這件事需要演戲 他可以講好完整 對 這件事需要演戲 我會前情題 要從頭演到尾 然後講一遍 然後說你說煩不煩 你好適合當舞台劇演員 我也覺得我怎麼沒有去 這可以行回市場 你一定有要找演員嗎 找到了 你一定有要演員最佳女主角 這不省錢 這很貴 這很貴 天啊 有情有情 這個很貴 我忘記是花你的錢了 對不起 忘記了忘記了 可是我發現這件事蠻有效的 就是當我講了十遍以後 我就會在第十遍以後 我就會覺得 累了 好像結束了 就是我把我這些能量 就是散發出去 之後我就發現 這件事好像就已經 可以畫一個完美的句點 而且好像演到後面 會變得好像有點在搞笑 對 對 對 就是場商有多荒唐 沒有其實不是一定是場商 沒理性你知道同事 對 可能是買鳳凌書的 對 就是帶鳳凌書的 我知道這個新聞 新新聞好 會剪掉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一定仕途講過兩次都被剪掉 我亂講 不知道這個第三次 而且這一集 這一集又掌握在Apple上 第三次我們這個擦邊球過得了嗎 對 對 用講的就是講到最後 因為我後來也會用這一招 是 而且我會跟無傷大雅的人講 真的會變得很像一件好笑的手 可是會不會長大就不能一直這樣講 因為以前我小時候也會用這招 可是後來長大就是說 我講到第十個人 發現第十個人其實認識我抱怨的那個人 那所以你要挑無關緊要的人 我跟你說 你跟早餐店阿姨講也可以 其實早餐店阿姨認識最多人 你Fu Panda說你一杯送的 啊我跟你講你送的這能力剛才 喔秀 好笨耶 他就想說齊悅今天Fu Panda等特別久 原來是Fu Panda人員帶 被阿姨拉著了解 對對對 對我會挑人講 什麼很容易 挑人啦 會挑人講或者是我確定他的嘴巴非常的緊 他不會告訴別人 或者是可能我這個朋友可能覺得說 喔這件事情講出去也沒有什麼好處 OK 他可能就不會講 而且我覺得在講的過程中 因為十個人十個人會給你不同的意見 對 而且他們會給你一些不同的方法說 欸你要不要試試看不然你怎麼做 或者是怎麼跟人家溝通 或這件事你要不要放棄 還是你要重新找出路 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就會綜合所有人的觀點之後 你就會找到一個 我覺得這一個比較好 嗯 這十個人裡面好像第五個人講的最好 我覺得第五個人最符合我現在的需求 然後我就會試試看這個第五個人的想法 想說我這樣做對不對 然後如果第五個人失敗 那我們就再換別人 第六個 還有第六個跟第七個 還有第三個 可是我有點好奇 像如果很負面的人 他如果在聽到大家給意見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很煩 就想說我只是在跟你抱怨 不要給我方法 他們會這樣嗎 有時候會這樣 就看狀況 所以還是要看什麼煩惱 可是因為我 因為像我很負面 可是人家給我意見我都會覺得可以聽 所以我覺得看人 對 確實有那種聽我的 他只是想要抱怨的人 因為我男友有時候 會給一些蠻爛的意見 會不會是 真的 男友常常會給一些很爛的意見 真的 比如說我剛剛抱怨工作 然後他就說 那你剛剛說不要做了 我就說 我就解決不了啊 我想說你做什麼玩笑 那如果下一句說 老子養你 好啊 那太棒了 老子養你 但是我們可能過得要拮据一點點 那沒關係 我還是做 繼續做 突然開朗了 那沒關係BB 我不抱怨了 原來還是要好好的吃飯 才是最重要的 對啊 那個廠商還好還好 什麼都忍得過的 對 有沒有給你錢 有 這個很重要 好 如果今天就是有一個很低潮的人 來找你聊天 說關曉雯 我最近事情真的很差 我想跟你聊聊 然後他可能跟你講了一些 他的困境或什麼之類的 你會有給他什麼具體的建議嗎 會耶 還是你只是安慰他而已 沒有我超會給意見 真的假的 我給超多建議 可是我對一個人好像只有三次的扣打 你說 那一輩子只能問你三個問題 求救機會 不是不是不是 你已經顯得很省耶 太熟了吧 就是一個人針對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說 如果說他講三次 我給他20個solution 他都不去做任何一個 我會直接封殺 或者是unfriend這個人 我也會 因為我會走心給建議 然後結果他不去改變 或是他不走出那條路 我給他20個建議 那你就算不做 你也不要再一直拿同樣的問題 去煩同一個人 因為那個人就會覺得有完沒完 到底要我浪費多少身體 那他真的要很多朋友 他真的要找找身體 他沒辦法 沒有所以我就講 因為身為低潮的人 我就身為悲觀的人 我可以講 就是你悲觀那是你的個性 可是他還是有解決的方法 對 因為我得講像關曬文好了 因為其實關曬文很愛給意見 就是他很會回我的現實動態 因為我說我可能某一些人都還在發某件事情的脾氣 然後關曬文就回我說 我覺得這件事還好 沒有沒有 這會生氣吧 我就會跟他解釋我氣的點是什麼 然後聽完之後他就會說 可以理解 但他覺得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氣就消了 我剛剛聊天很直接 那有什麼好想知道 沒有就之前有一個我覺得很沒有禮貌的留言 就可能一個沒有禮貌的留言 我PO出來 然後關曬文就回我說 他沒有聽懂這個留言我生什麼氣 但他後來發現是我可能講的聽不出 他後來聽完就說那蠻值得生氣的 可是因為就在他講說還好 那一瞬間我也重新思考一下 真的還好嗎 後來就覺得 對 好啦他雖然很沒有禮貌 可是其實我也沒有很生氣 嗯 或是你也可以學學像關曬文 他就直接PO在他私人臉書 對 哈哈哈哈 真的 很好看 他的私人臉書好多網友的留言啊 哈哈哈哈 而且你們找不到他私人臉書 因為私人臉書完全是沒有關聯的 而且沒有大透天看不出來 完全看不出來 要不是因為常看都不知道那是關曬文 哈哈哈哈 蠻常看的蠻常看 臉書界常會跳出來大概就是他 欸關曬文怎麼又在抱怨啊 喔私人臉書 哈哈哈哈 有幸你們可以加我私人 可是沒有啊我只能可以說人就是要有那個 宣洩的 宣洩的 自己壓力跟那個負能量的地方 因為我這樣我又突然想起來 就是我雖然跟這十個人抱怨 但是我抱怨的方法會盡量表達的有趣一點 對 因為我不想讓這些人覺得他就只是承受我的負能量 我希望他在聽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把他當一個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好笑的事情聽 所以我就會文情並茂 或者是演戲給他看 你說那個人到底多過分 還會學他的聲音講話這樣 就讓那個人身利其盡 然後覺得喔反正 就算他沒有給我任何意見 他也好像就是 聽我抒發 然後他也覺得好笑 看你表演這樣 對看我表演 不要讓那個人覺得就是他一直在承受我就是那種負能量啊 讓他很煩 因為我之前曾經就是太常跟我男友抱怨工作 我很愛跟他抱怨我主管 因為我們以前主管就是 嗯我們同個主管 吵架離職嗎我知道 不是不是嘛 這是說會給我們比較多的壓力 因為畢竟我們在新聞業 所以壓力很大 而且一天到晚TAG你 你休假也要TAG 我們是因為我們的臉書 會被加入在所有的FB社團 對 一進入電影公司加入13個以上的社團 13個以上的社團 然後每天起來通知都超多 你以為你很多朋友 結果全部都公司的事情 真的 哇人生好負面 我一打開然後以為自己有好多朋友 我就發現沒有 對 而且大電起床這樣 那你要先按個讚 你要假裝你有看到 你還不能不按讚 對 而且我 而且我印象的時候 我有一次在看電影 然後我那主管就狂賴我 狂喔 真的瘋狂賴我 然後我就找出去打電話這樣 然後回來以後我就 很深就把那個手力摔在那個 那個椅子上 然後我就覺得太不爽了這樣 然後我就跟我男友大抱怨 結果男友就跟我說 你可以不要再抱怨了嗎 你每天這樣抱怨女主管 你知不知道我心情很差 喔 會影響到別人 對 沒錯 因為我就發現我影響到我男友了 就是讓他就也跟著我一起 承受那個負能量 他就覺得你夠了沒 你不要再抱怨了好不好 你到底煩不煩這樣子 然後他那時候就說 你離職你要走你就離職 哈哈哈哈哈哈 結果突然跑出這句話 突然就講說其實 其實好啊 好啊 好啊 原來是就離職 沒想到我想訪問巨蛋布丁 因為巨蛋布丁 應該也是很常就是 承受你的這些抱怨嗎 因為畢竟你是事業 但是你應該有覺得 我身體其境表演的很少 對 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他都會就是 我門 因為我通常在家門都會關起來 他就會敲門 然後就華麗的打開說 我給你講一件事情 然後就說 今天怎樣怎樣什麼之類 然後說 哇也太好笑了吧 而且因為我常常會忘記 所以有時候 你怎麼不是常常 你只好偶爾會記得 大部分是忘記 所以他 他跟十個人抱怨 沒有三個是巨蛋布丁 三個人是巨蛋布丁 哈哈哈哈 有三個巨蛋布丁 巨蛋布丁 會給出三個不一樣的巨蛋 我跟他真的很像欸 因為他常跟我講事情講一講 然後他就說 我就說 等一下我講一下這件事情是什麼 我完全沒放在心上 你看吧他就是跟巨蛋布丁 我一樣 真的 我還會做完反應 然後說 啊我想起來了 沒有聽過 沒錯 那天聽完你們詩異女 那一集我才生氣了 聽到一半 我以為這集我聽過了欸 結果是巨蛋布丁 講了一個重複的留言 重複的留言 沒錯 所以我把我羨慕的留言 氣死我 你剛剛講完嗎 我道歉 他就說你順利其境 對啊 沒有說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跟個性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樂觀的人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可能本身對這件事情 他沒有把它解讀成負面 因為你男友可能 你男友可能就解讀成負面 是沒錯 但因為對不聽來講 他就是在聽一個笑話 那我知道了 是不是負面的人要去找樂觀的人 有可能 就是要互補 如果你有個朋友一直跟你抱怨 你會有什麼心情 我好像我覺得 我好像有些朋友會很愛抱怨感情 也不是愛抱怨 就他可能會碰到同樣的事情 然後會一直死無童在那邊 可是我就覺得好像就是 我會給一些意見 可是我剛剛像你們剛才講 我就發現我好像不會這樣 就是他如果一直沒有走出來 我就會想說 他就是走不出來 因為你知道感情這些 有時候事情是 很多人是走不出來的 他就跟你講說 我碰到一個渣男 大家都知道說 碰到渣男就是要走出來 可是他就是走不出來 很多時候你就要走出來 其實是沒有用 所以後來我就知道說 他走不出來 然後我就想說 他來抱怨 我就想說不然我來聽看看這個渣男 最近又做了什麼 就是以一種就是驚嘆心情 然後來聽 聽完之後就想說 哇就是增加人生閱歷 然後以後上完上完節目 就可以分享說 我有一個朋友 不然的話 怎麼能夠就是上完節目之後 還在成立一個Podcast 我告訴你 我現在也很愛聽人家講故事 對對對 就想說好啦 不要太放在心上 可是因為前幾年秋葉 真的是偏時間很多的人 就是因為他以前沒有這些事情 要忙的時候 他花大量時間在跟別人聊天 因為我之所以會跟秋葉 不小心變得那麼好 因為我有時候只是想要工作 可是他會針對我每一個點 一直回覆回覆回覆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這個人好像不剛聊下去 有點沒禮貌 我說好吧 那不然我聊聊看好了 才覺得說 他真的很會傾聽別人的心聲 是 不是 你知道他最近 因為他現在不是在宣傳嗎 然後就是比較沒有那麼 就沒有那麼常跟我聊天 他突然就是我們最近在聊天 他突然就說 你有沒有覺得我最近 就是聊天的頻率又變高了 因為我最近宣傳期結束 我就說你要不要再找我點事情來 怎麼是要換你錢 然後反應是 對對對 因為你知道一開始你知道 因為我是以一種就是 我們是煩人的那種方式 就是在跟別人的line 然後就覺得說 人家問我們好像得回一點些什麼 回一下 對對對 殊不知他覺得就是這個東西 是有點深入的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這樣太深入了 然後當我準備要把他理的時候 他突然整個人已經栽入了 我沒辦法抽身欸 你們是一段誤會的友情 關曉文很愛用line跟人家聊天 關曉文很愛聊天 而且他回超快 回超快 你打錯字來不及收回他 來不及 而且我跟你說 關曉文厲害要什麼程度 他會line也跟你聊 IG也跟你聊 IG是一個話題 臉書是這個話題 然後三個都是不一樣的話題 因為可能line在聊那個 原本來聊的事情 然後IG在聊現實動態 對 所以後來我臉書就不用了 躲一個是一個 你今天傳那個Tessy給我幹嘛 Tessy給我幹嘛 我也有 我70塊 你傳70塊給我幹嘛 不是因為LightTessy有70塊的折價 就有話說與你分享啊 你不是蠻這樣 大家記得你真的 不是因為這個70塊 它是優惠活動叫天選之人 什麼叫天選之人 我們是天選之人 就是如果因為這個網址是隱藏網址 沒有朋友貼給你拿不到 他沒有公開活動 所以我是真的一點錢 拿得到70塊 已經截止到今天早上 蛤 你們沒點進去 沒有點啊 你要說明一下 那是幹嘛的 你們措施了成為天選之人的接 不是 你太想講 這已經是天選之人了 你為什麼不講 你太想買Texy了啦 不是我那麼多優惠 借給你們怎麼好好使用啊 你要講 你形容一下 你說這個是那個優惠 你用一下這樣 你就要說等一下就截止 現在先點 因為我就是想說這什麼啊 然後就忘記了 你講完之後我好歹也會衝去外面 買一杯摩斯紅茶再回家 怎麼樣都要搭到他嘛 對不對 他70塊耶 真的蠻多的耶 對啊 你下次就直接 你下次賣我 然後說天選之人 OK 結果又忘記天選之人 什麼一講 這什麼事啊 你怎麼怪名字啊 搞什麼啊 我會有這個 我會壞習慣 因為我以前當記者 我手機一震動 我就得拿起來看 因為說誰發生什麼事 這跟我有沒有關係 所以我現在很常 就是只要看到訓言 我就會回一下回一下 可是後來發現好像 然後會造成大家的有點小壓迫感 然後我有盡量再檢討 要不要慢一點回這樣 但是我只要有一件事情 立刻希望有人回我 我就會瞇關韶文 喔他真的好快回憶喔 關韶文比淘寶客服的機器還好快喔 我跟你講 因為關韶文這樣 所以我每次都在想說 好我現在有時間 我要瞇關韶文 因為我就想說 我不可以就是一邊很忙的時候 先回關韶文 然後他等一下就會一直回我 一直回我 所以我想說好我現在這段十分鐘有時間 我可以認真跟關韶文聊天了 然後我才會陳希希 給他 而且你知道他很賊喔 因為他就知道後來我就 因為他真的太快讀訊息了 又有盡其人性 對然後後來我就常常會就是 其實會把他就是滑掉 然後我就會看他上面在跑 想說他傳訊息給我 我就不讀不讀不讀 我就想說看上面的東西就好了 然後他現在就開始傳一大堆照片 一大堆照片我想說 是不是跟工作有關 一點開完全沒關聯 他知道因為看到照片 我一定會點進來 他在逼我進來看訊息 沒有後來他一直叫他長按他偷偷看照片 我現在傳語音他聽不到 沒有我現在 我現在會用Apple Watch 好無聊 你們兩個到底有什麼奇怪的關係啊 疊對疊啊 沒有他重點昨天 我們今天還是有重點的 對今天重點是低潮 今天的重點是低潮 我以為是天選之人 是是是 那你們如果有沒有一些 就是走出低潮的方法 可是我不得不說我蠻羨慕你們兩個的 我們兩個是誰 我們兩個是誰 等一下 你為什麼一定要把我們三個人拆成兩個 所以他現在是不能量代表 然後我們就正在那樣 那你是誰之人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天選之人 原來是天選之人 還說你們這個節目要不要給我們 可以可以 還是你們就叫天選之人 我跟妳說你們再開一次頻道 我不是天選週記 就有機會再去一次第一名 我還是覺得週記比較好 對耶 對你們要再去第一名的唯一方法 再開一次 我們捨棄這個頻道 反正現在加起來也沒多少人聽 沒關係啊 我們可以隨時捨棄我OK啊 好我還沒講 我為什麼這麼羨慕你們兩個 是因為我覺得每一個團體 或每一個人生 一定要有一個巨蛋布丁 這樣的人的存在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人很重要 就是他怎麼聽你們的包丁都聽不膩 羨慕我們只是因為我們有巨蛋 而且沒有你說 講完巨蛋布丁都巨蛋布丁在那邊做反應 他也沒有轉過去看他的意思 我一轉過去巨蛋布丁就這樣這樣 嚇到嚇到 沒有因為巨蛋布丁真的很重要 你自己想喔 如果說我今天我光想 如果我跟Apple住在銅鑼屋眼下 每天跟我抱怨 我可能會把門鎖起來 有可能有可能 那不定他人好到他沒有忙的時候 他可以放在手邊的空中 聽你們講任何的事情 可是因為我真的講得很好笑 好不是但因為我說實在 就是因為我男友跟我講過這件事之後 我就說好那我以後抱怨 以後我抱怨這件事我要加油 因為抱怨真的改不掉 還是會抱怨那是要改變抱怨的方式 對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愛抱怨沒有關係 如果你的抱怨是好聽的 就你的抱怨是不會讓人家覺得很難受 我把每次抱怨都當成說故事大事 那很重要 以後可以超越那個孫叔叔 你今天講的人物都蠻有力氣的 你怎麼那麼老派啊 好欸你繼續講 你講完了嗎 沒有我覺得巨蛋布丁存在很重要 就是每個人有傾吐的對象 然後我覺得就是負能量的 你身邊一定要有一個人 可以聽你說我的話 然後給你好的建議 然後並且他又不會過度 因為巨蛋布丁他有一點就是 是左耳睛右耳出的這個傾向 而且是真的左耳睛右耳出喔 腦袋不會記得 Sorry 因為他不會幫你歸類說 欸你這個跟上次那個遇到的一樣 那不然你就這樣就好啦 因為像我有時候就說 你不要沒事 有時候我也會這樣 我會分類說那你就是同個事情 只是換一趟不換油 我不想再聽了 可是巨蛋布丁可能不會 他忘記那個湯了 所以又是一個新的藥 全新的故事 全新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巨蛋布丁存在真的很重要 真的耶 是啊 所以我就很喜歡小巨蛋布丁抱怨 真的嗎 我每天真的只要下班 有什麼事情發生 太想講 嘴巴很癢 我就會去敲房門 哭哭哭 然後打開就說 我跟妳講一件事 然後他就這樣 怎麼了 什麼事 就好像一副聽八卦一樣 就好像一副聽八卦一樣 他卦魂了 我會說八卦 聽起來是好八卦 而且你剛剛說 他就是阿姨無耶喔 我剛剛就在偷看 他真的這樣子 蛤 他真的阿姨無耶喔 今天又努力想要發生 他的五十英學到買了一件T恤 你們看到 我就是日本綜藝節目的音效 要騙家 欸 欸 原來這邊有音樂老師啊 而且因為你知道 巨蛋布丁呢 他的回應呢都太灌頭了 所以導致我們還會玩一個遊戲 最主要他人不在場 我們講了一件事情 然後我們就說 那我們待會來賭 布丁等一下如果來 會是什麼反應 會是什麼反應 然後我們就會開賭盤 我就猜他會回什麼 他就猜他會回什麼這樣子 我們就好無聊 所以已經就是 已經就是固定到 就是都已經可以直接猜得到之後 對 而且他的答案絕對是 ABC朱其中一個 剛剛講的低潮呢 其實是講是比如說 像我們這種比較會表達 或者是比較外放的人 可能會把低潮的事情抱怨抱出來 但是有人低潮是完全不講的 悶悶的 悶悶的 但你感受得到他今天心情不好 如果你有一個朋友 就是他今天好奇怪喔 然後都不講話 然後突然很冷 很冷很冷 你問他什麼問題 他也不太回答 這時候你會去關心他嗎 你們是這種人嗎 我不會耶 可是我會一直逗笑他 然後直到他 不小心破替微笑的時候 我就會說 你現在可以說 你今天到底發生什麼事 喔 你真的是原生導師 我是真的逗笑的 很厲害 會暖哭耶 因為我要測試他什麼時候會笑 因為我要測試他什麼時候會笑 因為說不定 因為那時候我那天也不好笑 一定有可能啦 還是其實他其實那天早上生病了 他可能在那邊有點麻 所以你剛好也拯救他耶 對啊 他就其實已經真的沒辦法講話 但沒有人發現 對 他就用手寫 我才會問說 欸那要不要跟我們講講看 OK 我跟你說 我有用過類似的方法 可是大失敗 就有一陣子我妹心情很差 然後我不知道他怎麼了 然後那時候那個 Nikki Manna有一首歌叫 You are stupid to be hot You are stupid to be hot 就是一首很煩的歌 他整首歌在那邊 你不用你剛剛唱第三句 我已經覺得 我已經覺得煩了 我已經覺得煩了 這首歌很煩 妹心情不好說你唱這首歌 對 我想說我放這首歌來逗她笑 結果我妹就崩潰她 她快出門 她說 你今天就放這首歌 我覺得她好煩喔 欸你整個用錯方法 欸阿姆說得對 你很noty耶 阿姆是對的 你這個缺缺的人 阿姆 阿姆對不起啦 阿姆很有眼光 阿姆是天選 是不是 阿姆可以到LINE 可是我覺得你這個招 我覺得你這個招 因為有時候直接正面問 他們可能就是因為害羞 不會講 對 可能要跟他開個玩笑 或什麼之類的 那秋葉呢 我會假裝沒看到欸 就不關你的事這樣 沒有因為我也很怕 真的太負面 我沒有辦法承受 就是不是我沒有辦法 是我不知道該回什麼 因為我會覺得很怕 就是他們會希望得到一些有用的意見 但是我個人本身是屬於那種 沒有用的人 對 你說的沒用 他講 他有點狗嘴 吐不出象牙 對我也沒有辦法給出 等一下 你們幹嘛兩人啊 他怎麼了 我突然覺得好像我是不是不太適合在這邊 哈哈哈哈 你剛剛是不是想說沒有什麼有用的意見 我想說欸 對對對 然後後面 因為我就覺得我很怕他想要聽到答案 不是我可以說得出來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心靈不好的人 他其實心裡面應該是會有一個想要聽到的聲音 一定有 可是呢有時候像我們這種過度樂觀的人 講的話可能就是對他們來講會有點刺耳 所以我就會很不敢多講 所以我就 因為像我姐就是也是屬於那種會想很多的人 我剛剛就聽我真的覺得 他姐是世心廣電的 對我姐跟你們都好像喔 真的喔 超級像的 會不會有同屆嗎 沒有沒有同屆 他大你們很多 他姐 我姐對 我已經大你們 我已經大你們 你換一出來嗎 本人自己也要三三 對啊 我怎麼要三三 我是自己做最老的耶 對是 反正我姐就是那種屬於就是會想很多類型 然後以前我就常常走過去跟她講說 想那麼多幹嘛 想那麼多也沒有用啊 就走過去我姐整個大爆炸 他就會覺得你在講風涼話 對 他會覺得說你懂什麼啊 我們現在整個都沒有想說 ok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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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懂 最後我就覺得說 他發現有人可能心情不太好 所以我就會想說 沒關係我今天假裝沒看到 就如果他要跟我講的話 他會跟我講 但是 如果 因為我很怕他如果真的 我真的問人之後他跟我說 我真的也說不出個是什麼 你知道 多有哲理的答案的話 我好像就是 乾脆假裝不知道 喔你真的是布丁耶 對 對不對 因為我也是這樣耶 對不對 如果他要講的話 我要聽ok 可是布丁再更有禮貌一點 怎麼說呢 怎麼說 布丁不會塗不出象牙 對對對 他走過去可能還給他一個 我剛剛說你 你不要像我老公 因為我老公也是屬於 勾罪塗不出象牙型的 等一下 我什麼時候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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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麼時候被規了 我被公尊塗不出 我今天這個標誌 我今天進來是走一個樂觀派 我什麼時候被規了 我什麼時候被規了 所以你現在知道為什麼開路前 我們一直在稱讚你了吧 因為寇達要先 我們要先把你加值 我們剛剛在儲值 剛剛在儲值 先在消費 對 阿可剛剛一直進來 就一直猛誇我漂亮 然後猛誇說今天鏡頭就在我身上 然後其他人都沒有沒關係 就對焦在我身上 就沒想到 原來是這樣啦 原來是這樣 因為那些都沒有 因為那些錄了也會剪掉 你們這些人不愧是想很深的人 真的 但是回到狗嘴吐不出象牙 就是我老公他其實真的也會避開 如果今天我很負面 他會避開 可是他會選擇陪伴 就是 他可能陪你 或是說他要去 他最喜歡說 我要一操槍繳費你 要不要陪我去 然後去的時候我就會陪他散步 散步個人他可能也不講話 我也不講話 可是我可能在等他安慰我 但他絕對不會安慰我 可是他可能就會買個 我想喝的飲料給我喝 然後我自己心裡面 可能這時候你自己就要接收到 這是人家給你的善意 對對對 沒錯沒錯 是是是 就是好像要有 就是感受到人家對你的那個善意 然後趕快把它接下來 不然的話這種真的後面會有一點 對 就是人家如果已經釋出善意 然後你還要 你還要把它解讀成惡意 或是你不接這個球 然後又覺得別人都不理解你 那你就會把自己關在一個牢籠裡面 而且沒有人可以打得開 是 因為我也覺得就是 節目的最後 想要給低潮的朋友說一些話 或給一些建議的話 其實我真的還是希望大家 能夠有機會就要說出來 嗯 就是可以很簡單的說 可能我心情不好 我今天就是覺得很sad很難過 然後你不想講話也沒有關係 但是可能至少讓身邊關心你的人知道說 好你今天心情不好 我到底應該做什麼 不要煩你嗎 還是陪你聊聊天 陪你吃個飯 或是做什麼事情 但是我也覺得身邊的人 既然都已經釋出善意了 你也不可以就是 盡量不要啦 盡量不要 因為有時候現在低潮的人 會覺得說我就是沒辦法 就是沒辦法 這個我們都能理解 只是說你的低氣壓一定是會影響到身邊的人 是 然後我以前很常低氣壓的時候 我就會去想 對我影響到布丁了嗎 我影響到我男友 我影響到跟我一起生活的人了嗎 我影響到同事 什麼經紀人 他們都承受我很多壓力 然後我就會覺得對 我只是對我自己的事感到煩 我幹嘛要煩別人 我幹嘛要讓別人也覺得一起煩這樣 我後來就會覺得我很不道德 我這樣很不對 然後我就會慢慢走出來 所以我現在低潮的那個時間 越來越短越來越短 我有時候只會就是煩個大概三小時 就幾個小時 蠻長的耶 三小時蠻長 真的假的 他以前是以一個月為單位 對啊 一個月耶 我以前也可以一個月在低潮啊 我低潮過好幾個月走不出來 對啊 我也是 所以就是已經有 就是慢慢在調適自己 給一些不一樣的方法 我跟你講我猜秋葉什麼時候會低潮 什麼時候 就是IG人數再也不上升的時候 沒有這個已經維持半年了 對啊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他還是沒有低潮喔 他還是覺得就算了 每次團購就會掉粉絲 怎麼會這樣子 不能講出來啦 那如果IG人數突然掉五萬 掉五萬 對 發現那五萬都是殭屍帳號 就被清掉了 現在IG變四萬怎麼辦 好沮喪喔 沒有沒有 可是我覺得依照他這麼樂觀 立刻再去買五萬 人生沒有錢 錢能買到快樂 好不好 錢不是萬能的 但錢能買到快樂 這是我們今天的結論 然後還有布丁的私訊會爆炸 因為大家可能會不停的想要去跟他聊心事 真的耶 會不會今天節目結束之後 你會不會 對啊 但我希望你還是不要啦 因為可能布丁就會低潮 其實布丁就會不理他 對 布丁就會避開 其實布丁蠻容易避開的 對 他就會飛到 不是啦 就是秋天的低潮啦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有低潮的時候 真的要記得就是有一個宣洩的管道 然後也要記得就是身邊的人會承受到你的低潮 然後如果你不想要影響到你身邊的人的話 你要趕快走出這個低潮 所以我現在低潮期非常短 就真的幾個小時 我會馬上閃開 就覺得我剛剛是不是太過分了 因為我有時候低潮的時候我會脾氣有點差 因為我是一個脾氣不太好的人 然後耐心也不太好 所以可能如果正在工作的時候 會影響到身邊工作的人 然後我可能有些同事他們就會也被我影響 然後他們態度也會變得很差 所以旁邊這幾個嗎 對對對 你說 QQ啊Henry啊 Henry啊什麼這樣 Henry可能就會對我發脾氣啊 Henry在裡被我笑到不行耶 然後我就會想說 欸我剛剛是不是太過分了 我剛剛是不是因為我心情不好太過分了什麼 然後我就會開始 又跟大家開玩笑啊 哎呀我剛剛怎樣了什麼之類 我就會馬上轉化那個念頭這樣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後來就是因為 可能我覺得工作關係加上越來越長大 然後你認識接觸的人越來越多 你就會覺得說 不要去影響身邊的人 我發現影響身邊的人 比那個負能量低潮那個情緒還要重要 就我會去看 我就會去放 我就會去看 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我這件事好像真的也還好耶 如果我在一直糾結這件事情 然後我身邊的人都沒辦法工作 好像會更可怕 對 然後可能布丁每天就會把房門鎖起來 我上次敲門 現在是結換指紋鎖啊 門怎麼打不開 對 布丁有回家了 我打開完布丁搬走 布丁搬走 我也太可怕了吧 連腹肌地洗脫紅都帶走 只留下一張帳單是指紋鎖的帳單 這樣也不太好 對 所以我就是希望今天這一集呢 能夠 讓一些正在低潮的朋友們有所收過 然後我們也非常感謝 就是關小雯跟秋葉今天來我們的節目玩 然後大家也可以到Podcast那邊搜尋一下他們的節目 叫做負能量週期 床派行榜最下面往上滑就可以比較容易 對對對 你們是每週一跟星期 對 每週一跟星期 每週一跟星期 每人哪一天要聽都可以 反正沒什麼人聽 沒有那麼誇張 你們太負能量了 我們大家每天講我就說 但是我覺得我們做的蠻快樂的 他就說 對 我們做的蠻快樂 快樂就好 秋葉真的很正面 沒有 其實快樂最重要 其實快樂最重要 我現在學會的一件事就是快樂 你知道我們Podcast也沒有賺錢 對 你看我們多久沒有場地贊助 而且還賠錢 真的 所以我們一直不找收音的人啊 但我們還是非常感謝我們的收音師 因為他真的非常的專業 給大家這麼有質感的節目 對 因為畢竟那個太拉戶大戶小 謝謝Roger 他都可以把花蓮的地形弄成台中 對對對 太拉線已經單獨一角了 跟別人分開了 沒錯 一定要分軌路 沒錯 一定要分軌路 所以不管怎麼樣 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鳳梨娘娘天視以及那個 不能量週期 對 那我們就下週再見 拜拜 拜拜